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3号师傅 应该今天on the way来着 所以还有时间 赶紧做视频啊 现在是四时啊 四时就是十的时间 四时呢 就是九点早上到十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以前古人的时辰分的没有这么精准 所以只时会算各一天 现在的人呢 时间非常精准了 所以呢 每分每秒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 连那些跑那个F1的他们那个马表 即时马表 不不不不 还可以分到几分之几秒 更加厉害了 好 啊 今天这个八字呢 他的问题是 请问 他讲什么 看一下先 请问老师 我跟我先生会否离婚 那么呢 这个问题呢 他问的时候 他也是蛮 他也是蛮聪明 他会把两个人的八字同时发出来 好 先看女的八字 会不会离婚 48岁的大孕 今年52岁 我们先看啊 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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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孕 是蛮聪明 无归合 必间生十三 然后地支呢 只丑合 还有上里 五层土生生金 生止水 照来看呢 他本来 也是止所合的 剩下一个观 观星 那么观星本来呢 是克日主的 现在呢 他来一个生金 所以呢 本来克就变生嘛 土生金生水嘛 然后今年来一个成土 土生金 所以呢 他的土 这个没有问题 他原本的土 没有问题 而且呢 他现在 多给你一个土 土就是他的关印 关印就是他跟他老公的感情嘛 所以呢 以 女人的八字来看呢 是没问题 这样我们看看 男方的 先弄一弄镜头 镜头去 男方的八字呢 我们可以知道呢 他今年呢是 乙耿河 然后呢 就是水生木 硬生笔尖 然后地支呢 财升官 本来呢 是财升官 进入这个大运的时候呢 是笔节破财 所以本来有两财 现在变一财 但是呢 今年多一个财给你 就是说 意思你34岁开始呢 你本来是两财的 但是31岁开始呢 你已经是剩下一财 所以多变少 他就是不好 男人的婚姻就是看财嘛 然后呢 本来不好 但是今年呢 他多给你一个尘土 多给你一个尘土的话 就算这个受伤 这个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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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还在 所以他没有死光光 他没有死到光光 所以没有死光光的话 你问我他会不会出事呢 我是讲他 不会了 都不会出事了 除非他的财运死光光 全部死死死死 但是现在呢 还剩下两个 所以呢 还在讲了 掉命 还是掉着 毋断失联了 不要讲掉命啊 所以那个心心的 心脏的那个机器还是 他不会这样一下子 没有去 所以 如果 答案呢 你是问说 会不会今年离婚呢 那么今年呢 是不会离婚 是不会离婚 怎样潮都不会离婚的 就算你外面来一个 一个假木来刻他 或者是一个邮金来和他 一个卯木来和他的话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 不会说完全死到完 所以完全没有死到完 当然就是没问题咯 啊 就是没有问题 好吗 所以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他这个 还是有债 虽然少一个 但是还是有债 不然的话 一个人 一个男人 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三年破财的 这样他是不是要 啊 离婚三次 当然不是嘛 吵架一定有嘛 磨合磨合就算了嘛 明白吗 所以今年 你不可能离婚 我讲你不可能离婚 因为 以八字来看是不可能来离婚的 ok吗 alright 所以今天这个八字 批到这里 啊 接下来师父到了 就没有空做视频了啊 所以 啊 今天有机会做 就赶紧做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